I have a surprise for you 绝望小镇每到夜晚 就会有恐怖的恶魔上街游荡 他们对那些居民肆意杀戮 然而这对众人来说 反而成了一种解脱 因为在小镇上 到处都是无法解释的诡异事件 并且居民似乎永远被困在这里 小镇在第二季结尾的时候 突然出现众多诡异变化 首先便是暴风雨来袭 将小镇上大多数的蔬菜彻底摧毁 其次便是早就确诊不孕不育的地马 竟然莫名其妙怀孕了 最神奇的便是贝莎 他穿过林中的一个树洞 竟然被传送到一处高塔 并在其中见到个神秘男孩 对方似乎知道离开的方法 但贝莎还没来得及仔细询问 就被男孩从高台上推下 等到他再次醒来 已经是在医院当中 贝莎竟然离开了绝望小镇 来到缅因州的某个医院 虽然看上去他获得了自由 但小镇怪人维克托曾经说过 贝莎不确定 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但多年在绝望小镇生活的经历 让他决定先离开此处 于是 他趁着医生检查期间 悄悄避开警卫 逃离了医院 看着街道上的车水马龙 贝莎非常的不适应 甚至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就在这时 他似乎看到当初将自己推下的男孩 贝莎连忙追过去 但只是一眨眼的时间 对方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让贝莎更加警惕 他担心 这里只是个更大的绝望小镇 贝莎因此充满迷茫 不知该如何是好 与此同时 小镇那边 黑人警长博伊德正在思考 如何处理暴风雨留下的烂摊子 小镇超过一半的蔬菜被摧毁 如果处理不当 很有可能会出现粮食危机 正当他思索之际 有个男孩找了过来 他叫做伊森 是贝莎的儿子 此次前来找警长 正是为了贝莎失踪一事 虽然博伊德很想帮助对方 但实在是爱莫能助 当时 贝莎为了解救女儿朱莉 深入丛林当中 最后钻入树洞消失 这明显属于诡异事件范畴 博伊德能够做的 只有劝伊森将这件事放下 不过 伊森的父亲吉姆 显然不赞同这个观点 他见警长不愿意帮忙 便准备自己一人前去 带上新许行李 准备进入丛林 博伊德看到后 立刻出声阻拦 他曾经进入过其中 非常清楚里面的危险 不希望吉姆白白送了性命 但这些劝告 吉姆全都置若网闻 副警长肯尼见此情形 便决定和他一起进入 防止发生什么意外 博伊德见到无法说服吉姆 便只能将自己进入丛林的经验 全部告诉两人 尤其是在夜晚如何躲避怪物 这才允许两人离开 然而还未出发 就突发意外情况 某一处房屋的玻璃忽然爆炸 博伊德急忙过去查看 发现竟然是鬼才杰克搞的 他之前和人形怪物接触途中 发现了一些神秘的图案 认定其中必然有某种深刻含义 因此在家中用绳子 重新构建了一个模型 但时至今日 依旧毫无发现 不仅如此 或许是巨大的压力 导致杰克还有些疯癫状况 之前的爆炸便是因此而来 博伊德见状 立即将杰克带回警局 将它暂时和模型分离 避免发生更多的状况 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刚解决杰克的情况 博伊德又从大审唐纳口中得知 剩余种在田里的蔬菜 因为保管不当 竟然也几乎全部腐烂 这样一来 小镇的粮食储备绝对不足 博伊德立刻召集 几位经验丰富的居民 商量如何解决此事 副警长肯尼的母亲提议 可以先种植一些生长周期较短的 同时在其他区域 种植一些正常的食物 尽量缩短饥荒期 办法虽好 但最短的 也要至少三个月才成熟 而按照现在情况 居民们最多只能支撑一个月 正当博伊德思索之计 这件事已经传到了小镇居民耳中 他们听闻会产生饥荒 立刻开始疯狂囤积食物 而小镇上食物最多的地方 便是肯尼母亲的餐厅 许多居民聚在外面 不一会儿便发生暴乱 餐厅几乎被洗劫一空 更有甚者 直接打起牧场动物的主意 平头哥一马当先 从其中强行拖走一只羊 眼见其他人有效仿的趋势 怪人为客拖站出来阻止 一场流血案件近在眼前 好在博伊德及时赶到 这才将事情化解 平头哥不情愿地将动物归还 然而这只是灾难来临的前奏 因为在当天晚上 那些人形怪物 似乎也清楚居民们的状况 竟然直接打开牧场围栏 将牛羊全部释放 博伊德等人见到外面的动物 当即意识到不好 顾不上那些怪物 直接冲出家门 抓紧时间将动物救下 而这正是怪物们想要的 没一会儿时间 就有几只人形怪物将它包围 并且当着居民们的面 将一头牛残忍杀害 驱逐在大巴车里的平头哥 见此情形 打开大灯按喇叭 吸引注意力 为其他人争取到逃生机会 他们慌忙将部分动物拽回屋子里面 虽然损失不少 但好在保住了一些 只不过 博伊德那边就没这么幸运了 他和肯尼母亲 带着动物逃进一处骨仓 刚准备松一口气 就发现 从身后的阴影当中 走出了几头人形怪物 显然 他们早就在此埋伏 还没等博伊德反应过来 那几只怪物 就将它牢牢控制住 然后强行绑在柱子上 在他绝望痛苦的眼神中 将肯尼母亲啃食殆尽 但奇怪的是 那些怪物并为伤害博伊德 也正是这个疑点 导致居民对博伊德产生怀疑 吉姆那边 他在白天的时候 和副警长肯尼 深入丛林当中 全然不知小镇上的消息 他们按照博伊德提供的信息 很快就发现了 能够过夜的小木屋 但奇怪的是 这里出现了一些 之前博伊德未曾提过的信息 例如样子有些恐怖的雕像 并且在小木屋外面 还有很多新鲜蔬菜 虽然两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多储备一些食物总是没错的 两人在小木屋当中度过一夜 与此同时 被杀在迷茫当中 寻着本心来到某座教堂 想要找牧师为自己开导 却因此得知 自己竟然已经失踪了十几个月 在这期间 有很多报纸刊登 警察也一直在寻找 但始终没有任何收获 显然 绝望小镇的时间流速 和外面并不一样 被杀想要和牧师 讲述自己的诡异经历 却又担心被当成精神病 关进精神病院 最后只能离开教堂 不过在临走之前 牧师告诉被杀 可以想想自己要做什么 这样就不会迷惑了 听闻此言 被杀忽然想到 自己在进入树洞之前 维克托曾将一个盒子交给他 如今来到外面的世界 这或许便是命运的指引 果不其然 在里面有张纸条 上面写着维克托的住址 被杀按照上面的信息找去 恰巧遇见一位老人返回 此人便是维克托的父亲 对方第一眼便注意到铁盒 询问被杀 究竟从何处找到的 毕竟在老人的世界中 儿子维克托已经消失了几十年 被杀告诉老人 盒子是维克托赠送的 听到这个消息 老人立刻将被杀 请进屋内戏说 这才得知 竟然有绝望小镇这种地方 并且维克托已经被困了几十年 正当被杀以为对方相信自己之时 却发现 老人竟然拿起电话 报告警局家里有个神经病 被杀和老人解释 自己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并且举出各种例子 包括新闻上自己失踪的内容 不过大多数 老人都根本不相信 直到被杀讲述到 自己通过高塔回到这里 老人脸色突然严肃起来 恰在此时 警局的人抵达 老人上前开门 将那些警察打发走了 仔细询问才得知 老人的妻子 也曾经出现过幻觉 其中有一幕便是那座高塔 甚至还留下了很多对场景的画作 说着便将被杀引到地下室 里面确实盛放着很多的画像 其中大多数场景 都和绝望小镇里的一模一样 按照老人所说 妻子在维克托六岁的时候 突然开始看到幻觉 并且听到有孩子的呼救声 妻子坚称 自己是被选中的人 拯救那些求救的孩子 便是他的责任 自那之后 妻子就像着了魔一般 研究起那些幻象的内容 被杀听着老人的讲述 不由地思考起来 自己和他妻子的经历非常相似 那么是否能够说明 被杀的责任 也是救出那些孩子 与此同时 绝望小镇那边 居民们好不容易熬过这个夜晚 立刻开始清点损失情况 杰克来到古仓 发现被捆绑在柱子上的伯伊德 以及倒在一旁的肯尼母亲 顿时明白昨晚发生了什么 他连忙解开绳索 伯伊德解脱的第一时间 冲到那具尸体旁嚎啕大哭 他痛恨自己的无能为力 就在这时 有居民发出质疑 同样是被困在古仓 为什么警长安然无视 语气当中充满质疑 伯伊德知道 那些人不相信自己 他很清楚 这就是怪物们的目的 分化众人 然后在怀疑中互相残杀 这是怪物最享受的戏码 然而事实就摆在眼前 伯伊德百口莫辩 甚至群居屋的大婶唐纳 也对伯伊德颇有微词 毕竟这些事都是他引起的 如果昨晚上伯伊德不带头外出 虽然会损失很多牲畜 但肯尼母亲绝不会因此而死 种种指责的话语 让伯伊德意识到 小镇正逐渐失控 自己必须做些什么 否则小镇很快就会迎来灭顶之灾 就在这时 前往丛林里寻找的吉姆二人恰好返回 他们带来了很多新鲜蔬菜 足够众人食用一段时间 本来这是开心的事情 肯尼却发现众人神情哀伤 通过一番询问 这才得知昨晚的经过 肯尼根本不愿相信这些 连忙跑回餐厅 寻找那熟悉的身影 结果却一无所获 肯尼的内心充满痛苦 发誓一定要向那些怪物报仇 但就在这时 那没通电源的收音机 却忽然间开始播放音乐 里面的欢快歌词 仿佛是怪物对他的挑衅嘲讽 被暴怒的肯尼砸碎 此时 肯尼已经被愤怒冲昏头脑 他来到仓库 将储备的汽油灌入瓶子当中 显然是在制作燃烧弹 准备和怪物们决一死战 幸亏博一德及时发现 这才阻止他做傻事 正如博一德所说 那些怪物实在太狡诈且强大 对付他们必须谨慎 这样冲动形式 只会掉入怪物提前设下的陷阱 而真正阻止肯尼的 其实是母亲的遗言 肯尼听着博一德那别搅的粤语 当场泪崩 他决定好好活下去 让母亲不再担心 不久之后 小镇众人为肯尼母亲举办了葬礼 葬礼上 众人全都流露出一种悲愤的情绪 其中以警长博一德最为突出 他告诉大家 一定会让怪物血债血偿 博一德在葬礼结束后 告知儿子埃里克 他想要再次抓捕一个怪物 仔细研究其结构 谁知埃里克第一个表示反对 曾经他们也抓过这种怪物 但没有任何收获 反而造成不小损伤 没能得到儿子的支持 博一德陷入了沉思 然而两人不知道的是 埃里克的妻子蒂玛 此时也出现了异常 原本女性在怀孕期间 就会出现口味奇特的症状 但蒂玛格外不同寻常 她竟然看着那些腐烂的蔬菜垂涎欲滴 经常被着其他人偷吃 看上去非常享受 除此之外 小镇上还有一起诡异事件 吉姆在回到家之后 突然有电话打来 可根本就没有电话线 吉姆再三犹豫 还是决定接起 谁知 里面竟然传来死去儿子托马斯的声音 吉姆不敢相信 但在绝望小镇 发生任何事情都不足为奇 她准备询问托马斯近况 电话那头却忽然说道 外面的两个兄弟姐妹 正处于危险当中 吉姆扔下电话 寻找朱莉和伊森 两人正在牧场玩耍 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就被父亲吉姆强行带回家中 这不禁让两人大发牢骚 结果却引得吉姆大发雷霆 她一心只为了孩子们能够安全 竟然还被如此埋怨 两个孩子见此情形 连忙逃出去躲避 吉姆见到两人离开 当即就要去把他们追回来 却被再次响起的电话铃声打断 吉姆犹豫片刻 还是决定直接挂断 之前她思念孩子上头了 如今回想起来 那大概率是怪物们的把戏 与此同时 整个小镇都怪事频发 因为肯尼等人找到了大量蔬菜 部分居民便一同前去采摘 然而在这期间 杰克却出现了异常 她在采摘空闲时间四处观望 突然看到 在远处竟然有两块沾满鲜屑的石头 并且旁边树上 还有一个被钉住的人影 杰克小心翼翼上前查看 但没想到 人影竟动了起来 狠狠抓住他的衣服 似乎要让杰克替代自己 就在这危急时刻 一阵呼喊声传来 杰克这才发现 自己竟然一直待在原地 刚才那些景象 都不过是他的幻觉 杰克深感此地充满诡异 当即就打起了退堂鼓准备离开 医生克里连忙追上去 想要询问杰克 究竟发生了什么 却不幸触发雪地中深埋的捕兽家 鲜血染红了周围的积雪 肯尼几人听到克里的叫喊声 连忙赶来查看 发现捕兽家竟然有锁链相连 但捕兽家年久失修 锁孔已经坏了 几人只能用棍子 将其强行打开 然而木头棍子强度不够 不仅没能成功 反而加重了克里的伤势 就在这时 杰克忽然想到 在木屋那边有不少怪异雕塑 那些玩意儿的支架是铁的 定然能够将捕兽家打开 于是几人拆除其中一个雕塑 用支架将克里救出 只是不知是否是拆除雕像的关系 杰克忽然看到 被钉在树上的神秘男子 竟然出现在不远处 手里拿着一个骷髅头 邀请杰克一起享用里面的鲜血 好在幻觉只持续片刻 便消失不见 虽然他心中充满疑惑 但并未向众人讲述此事 画面一转来到地马这边 他作为孕妇 自然受到资源倾斜 每日的食物都优先供应 但看到这些普通食材 不仅没有半分胃口 反而还感觉非常恶心 趁着众人不注意 再次偷溜出去 拿起腐烂蔬菜大块朵頤 只是这次非常不巧 有位老妇人经过 地马见到事情败露 扔下蔬菜逃回屋内 不过令他没想到的是 老妇人竟然追了过来 正当地马不知该如何解释之时 老妇人却表示 怀孕期间口味奇怪非常正常 安慰地马不用担心 然而地马很清楚 自己不仅是口味怪异 很有可能 肚子里的胎儿也不正常 毕竟他早就被确诊为不孕不育 但老妇人却表示 孕妇多愁善感 也是正常现象 不用过多思虑 老妇人以过来人的经验讲述 在他怀孕期间 有三个星期 莫名其妙对着空气自言自语 但后来就突然消失了 所以他认为 现在也是类似情况 如果地马实在放心不下 自己可以给他提供些许帮助 于是 老妇人在地马疑惑的眼神中 返回住处 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副塔罗牌 为了不吵醒一旁睡觉的埃尔金 他还特地放缓了动作 按照老妇人所说 塔罗牌能够显示 自然万物给予的启示 一定能够帮助地马打开心结 随着老妇人抽牌完毕 刚拿一张准备解读之时 意外却再次发生 经过这一处意外 两人也忘记了塔罗牌的事情 只是维克托却一直没有放下 他认为 最近接连出现怪事 必然是毁灭的前兆 毕竟从第一季开始 就有巨大灾难的传言 维克托并不打算坐以待毙 他带着铁锹前往了地图上的某个地点 从地下挖掘出一个破旧的行李箱 这就是他在第一季中埋下的那个 不知维克托现在挖出来 究竟要做些什么 除此之外 警长伯伊德也并没有闲着 既然儿子埃里克不支持 他便独自行动 按照伯伊德的想法 将一个人形怪物引入屋内 然后将其困在里面 只要熬到天亮 那家伙就任由自己宰割 但计划风险非常大 因此他必须仔细准备 只见伯伊德找到平头哥 向他申请 暂时住在大巴车当中 毕竟这里是最佳的观察地点 能够详细观察怪物习惯 只是当他见到平头哥时 却发现 这家伙呆愣在原地 似乎陷入了某种幻境当中 等到伯伊德出声提醒 平头哥这才恢复过来 通过交流得知 这家伙 刚才忽然看到大巴车内有蜜蜂飞进来 并且数量越来越多 正在他被蜜蜂包围时 伯伊德的声音将其拉回现实 听到警长只是为了观察怪物 平头哥当即答应下来 却不知道这个决定 险些让他丧命 视角转到被杀这边 经过和维克托父亲的多日相处 他收获了很多关于小镇的消息 尤其是得知 在维克托家的后院里 有棵挂满玻璃瓶的树 看上去和小镇上的一模一样 或许两者之间有某种联系 但维克托父亲却表示 这东西其实是他妻子 仿照不远处公园里的那棵仿造的 这让被杀想到 在小镇当中 也有两棵挂满玻璃瓶的树 他连忙请求过去查看 然而两人走到半路 被杀却又忽然表示不去了 并且崩溃大哭起来 原来就在刚才 他在维克托父亲的车上 发现自己送给丈夫的手环 联想到之前 手环曾莫名其妙出现在餐馆 再加上车子上的音乐 正好是小镇经常播放的那首 被杀下意识认定 这里就是另一个更大的绝望小镇 既然如此 努力又有什么用处 他当即就要下车离开 但维克托父亲念子心切 自然不会就这么放弃 在劝说被杀的同时 依旧驾车驶向公园 两人被一辆急速驶来的车子撞飞出去 等到被杀再次醒来时 已经是在救护车当中 他只是轻微地擦伤 不过维克托父亲 却始终在一旁昏迷不醒 最让被杀担心的是 在救护车当中有个女警察 对方正好是来搜捕自己的 被杀非常担心再次回到医院 正当他思考该如何逃离之时 救护车却突然停了下来 原来就在不远处 有棵倒下的大树将路面阻断 看到这一情景 被杀立刻回忆起 在最开始 他们一家就是因为这棵树 才会进入绝望小镇 莫非历史又要重演了吗 因为路面被阻断 救护车只能绕路前进 随着夜幕笼罩大地 他们也始终没找到前往医院的那条路 这一刻 被杀彻底接受了这残忍事实 告诉救护车里的人 在不远的位置有个小镇 他们可以在那里借宿 并且小镇居民都非常友好 众人听闻此言 按照他指示的方向前进 没多久 果然看到了一座小镇 不过就在这时 救护车上的司机 忽然发现 不远处有人躺在地上 出于职业道德 他停下了车子 随车的医护人员决定过去查看 被杀此刻却脸色大变 不断阻拦几人下车 但好言难劝该死的鬼 两名医护人员还是下车查看 他们也不出所料被当场干掉 那名女警看到这一情况 当即拿出手枪 对怪物们射击 但这种武器 根本无法对怪物造成任何伤害 只见那群怪物 正微笑着向女警走来 看到事情不对 女警转头把腿就跑 全然不顾在车上的被杀 此时他被手铐锁住 想逃也逃不了 就在这时 吉姆一家突然从屋里冲出 大喊着妻子的名字 守在大巴车上的警长博伊德见状 连忙将他们赶回屋内 然而对方却表示 被杀就在那边的救护车里 原来就在不久之前 屋子里的电话 再次诡异响起 只不过这次是儿子伊森接听的 里面那人还是自称托马斯 这次他告诉伊森 母亲被杀即将乘坐救护车返回小镇 到时候将会有危险 需要他们冲出去接应 吉姆听到这件事之后 本来只以为是怪物们的把戏 直到刚才 他被一阵枪声惊醒 这才注意到 小镇不知何时 竟然使进来一辆救护车 结合之前电话里的内容 他这才意识到事情不对劲 听到吉姆所说的内容 警长伯伊德也决定相信他们 一起外出寻找 发现被困住的被杀 不过他们手里也没有手铐钥匙 所以必须使用一些工具 而距离他们最近的工具箱 在平头哥的大巴车上 因此 平头哥只能顶着怪物 返回大巴车 好不容易拿到工具箱 却发现 自己已经被怪物们包围 此时他虽然紧张 但并不慌乱 因为平头哥手里有护身符 能够有效抵挡这群怪物 但就在这时 他再次陷入幻觉当中 看到无数的蜜蜂 朝自己飞扑而来 只能趁着最后的清醒 将工具箱扔给伯伊德等人 随后便痛苦地倒在地上 然而奇怪的是 那些怪物只是围着平头哥 迟迟未曾动手 伯伊德准备驾驶救护车前去救人 却怎么也找不到钥匙 就在这时 一只怪物递来救护车钥匙 而代价便是把平头哥留下 看着远处的同伴 博伊德经过短暂犹豫 便从怪物手中抢走了钥匙 他舍弃了平头哥 平头哥恰在此时恢复了意识 正好看到博伊德将自己舍弃 却只能怒骂着对方 然后被那些怪物啃食 与此同时 女警拼尽全力冲向群居屋 时不时还会向怪物们开枪 但他实在太慌乱了 竟然失手 命中了在窗边观察的居民 医生玛丽立刻对伤者进行急救 但那一枪正好打穿肝脏 引发了大出血 群居屋内没有专门的医疗设备 最终那人抢救无效身亡 女警还不知道自己惹下的祸事 好不容易跑到群居屋 在居民的帮助下才暂时安全 不过众人对他的态度非常冷淡 甚至可以说是厌恶 直到警长等人也来到群居屋 他这才知道 自己开枪打死一名居民 为了防止女警在乱开枪伤人 博伊德收缴他的枪支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就在众目睽睽之下 一起诡异事件 正在悄然发生 埃尔金竟然看到一个红衣女鬼 他不仅是恐惧 更是震惊 因为在很久之前 埃尔金就见到过这个家伙 只不过以前都是在梦境中 但是这一次 那家伙在他清醒的时候 出现在埃尔金面前 他撞着胆子过去查看 发现对方并没有伤害他的打算 视角再次回到警长博伊德身上 他在愧疚当中 好不容易挨到天亮 忽然发现 在外面的车上躺着一个人 竟然是被抛弃的平头哥 经过一番检查 确定他还活着 只是脸被怪物啃食了一部分 这让博伊德内心的愧疚更甚 同时也明白 这正是怪物想要的结果 从内心上击垮自己 另一边 维克托在经历了昨晚的事情后 更加坚信 巨大的危机即将降临 他带着行李箱来到萨拉家中 想要寻求对方的帮助 他们都是小镇上的怪人 所以是天然的盟友 萨拉只是略微犹豫 便答应下来 于是 一段尘封的历史再次浮现 很久之前 维克托还是小孩子 镇子没有护身符保护 每到夜晚时分 大家都需要寻找地方躲藏起来 维克托和母亲也不例外 每天都要东躲西藏 然而就在某一天 却因为突发状况 导致大量的人没能躲过 第二天 维克托再次走出藏身地时 发现整条街道上全都是尸体 所有人都在那天晚上遇害 维克托也就是在这时 发现了那个诡异的白衣男孩 只不过和其他幻象一样 都是眨眼间 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之后 维克托开始埋葬死者 当时他还只是小孩子 每天晚上还得躲避怪物追杀 所以过了很长时间 他也没能将众人全部下葬 最后 维克托想了一个办法 他将死者生前 最具代表性的物品收集起来 然后将东西 装进一个行李箱中 最后把它埋在森林中 当作众人的衣冠种 时至今日 维克托感觉危险再度降临 因此将行李箱挖了出来 希望能够回忆起 当初究竟是什么 导致众人全都在一夜被杀 随着行李箱被打开 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的物品 维克托陷入沉思 萨拉在一旁默默注视 并未打扰维克托思考 就在忽然间 维克托猛地发现了什么 他嘴里不断说着什么克里斯的玩偶 神情有点疯癫 萨拉问克里斯是谁 维克托这才解释到 在当初的小镇居民当中 有个叫做克里斯的家伙 他有个木头人偶 经常逗大家开心 直到他发现了神秘符号 自那以后 克里斯简直像是换了一个人 不仅整日缩在角落当中 几乎不再与人交流 甚至维克托多次发现 他竟然对着那个木偶自言自语 而且有时候还会和木偶吵架 萨拉听此消息 不禁感到一阵脊被发凉 与此同时 杰克思考了许久 决定将之前自己看到的 告知同伴肯尼等人 毕竟那家伙出现的时机 实在是太过诡异 在他们拆除塑像之后 那家伙就从被定着的状态 变成了自由行动 或许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 至于真相究竟如何 他们目前不得而知 视角来到平头哥这里 他好不容易从昏迷中醒来 发现自己竟然还活着 想起伯伊德抛弃自己的场景 顿时怒火中烧 而平头哥脸部 被怪物啃咬留下的伤疤 让这份怒火更加旺盛 他为众人做了那么多 却只落得被抛弃的下场 恰在此时 博伊德前来看望 平头哥质问博伊德 为什么要将自己抛弃 博伊德无奈 向对方解释当时的情况 但平头哥很显然不买账 两人之间已经形成隔阂 见此情形 博伊德只能灰溜溜离开 他现在还有很多事情要解决 首先是从小镇去而复返的被杀 他既然离开过这里 那么必然知道众人不知道的消息 小镇居民对此充满好奇 毕竟这或许能够指引众人如何离开 为此 博伊德决定组织一场居民大会 让被杀能够当着众人的面 将很多事情讲清楚 当然这需要说服对方同意 除此之外 还需要安排食物 肯尼等人从森林小木屋那里 带回了不少的新鲜蔬菜 但也只够吃几天而已 因此如何分配 变成了另一个大难题 不过最让他紧张的 还是杰克口中所说的那个神秘男子 出现的确实太过巧合诡异 最后 博伊德还要安顿新来的幸存者 据说里面还有维克托的父亲 不知该如何告诉他 当天下午 居民大会在餐厅召开 小镇居民们早早便来到现场 不愿错过任何消息 被杀看着里面挤满的人群 非常担心自己会让他们失望 众人气嘴巴舌的 询问被杀各种问题 博伊德示意众人安静 这才停止了喧闹 被杀看着众人那期待的面庞 但也只能实话实说 将自己从高塔坠落 然后出现在医院 之后经过神父引导 找到维克托父亲这一件事 详细向众人讲述一番 其中几乎没有有用信息 除了那从树洞穿越 抵达高塔的那一部分 居民们对于这样的回答 显然并不买账 质疑被杀出去只顾着自己 根本不管他们这些人的死活 毕竟都没有向警察求救 看上去完全不打算救他们 对此被杀的回答是 这里的事情实在太过诡异 就算告诉警察 对方也不会相信 甚至会把被杀当成精神病抓走 对此 维克托父亲表示赞同 毕竟他就是从外面来的 他也是经过了很久 才接受这一事实 但小镇居民想听的并不是这些 既然无法确定离开的方法 那么树洞传送门 便显得尤为重要 有的小镇居民表示 想要知道树洞的位置 打算重复被杀之前的行为 但这一提议 遭到了警长伯伊德的否定 他曾经穿过树洞 知道是随机传送 当时薄伊德被传送到烟囱中 差点被活活憋死 不过这是小镇居民们 唯一能够找到的逃生线索 根本不可能放弃 所以 薄伊德的话 几乎没有任何作用 甚至儿子埃里克带着妻子弟马 带头反对薄伊德的意见 这让他感到非常心痛 最终在种种喧闹之下 被杀悄然离开餐厅 居民大会也只能结束 被杀回到家中 和丈夫吉姆诉苦 就在这时 有个意料之外的人登门拜访 竟然是杰克 他在居民大会上 听到被杀的讲述 依旧决定尝试一番 不过他并不打算贸然行动 而是先从细节入手 杰克听说 那棵树上挂满了瓶子 并且里面还有很多 写着数字的纸条 杰克推测 里面很有可能就藏着 树洞传送的秘密 因此他央求被杀 带自己前去树洞 被杀一番犹豫过后 决定带杰克前去 另一边 小镇居民们也决定前往树洞 只不过他们可没有杰克的谨慎 直接就是鲁莽行事 他们通过之前被杀讲述的内容 进入丛林中寻找 竟然真被一名男子找到了 他看到被杀和杰克也在这里 当即认定 两人达成了某种协议 瞒过小镇居民 准备独自占据这处逃离出口 因此面对两人的劝说 男子嗤之以鼻 毫不犹豫钻入树洞当中 见此情形 两人也只能叹息 之后杰克和被杀按照计划 将吊在树上的瓶子一个个拆下 取出里面的纸条记录 希望能找到什么线索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小镇现在已经炸开了锅 因为刚才钻入树洞的男子 竟然出现在一处 废弃泳池的墙壁当中 警长伯伊德看到这一场景 立刻便明白发生了什么 他对男子不听劝告的行为 感到愤怒 但还是想先将对方救出来 不过为时已晚 只见男子吐出一口鲜血 便彻底失去气息 为了能让后来的人铭记此事 唐纳大婶提议 就在游泳池 为死去的男子搭建坟墓 于是众人搬来一块块石头 在此处留下一个石头坟墓 与此同时 维克托和父亲终于相见 两人数十年间未曾见面 如今待在一起 虽然心中有千言万语 但最后 只化作彼此口中的叹息 维克托从未想过 能够再次见到父亲 心中虽然有喜悦 但更多的是担忧 父亲既然也来到了小镇 那么几乎再也没可能逃离 想到这里 维克托更加坚定内心的想法 一定要找到那个木偶 回忆起当年发生的真相 让众人能够逃离绝望小镇 和维克托的心情类似 埃里克在回到住处后 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 发现妻子蒂玛 竟然在偷吃腐烂的蔬菜 这才得知 从一个多星期之前 蒂玛就开始出现这种状况 他内心充满担忧 毕竟在小镇当中 到处都是诡异的事情 蒂玛担心腹中孩子 也只是众多诡异当中的一部分 因此他非常害怕 迫切想要逃离这里 这才导致蒂玛在之前的居民大会上 带头反驳伯伊德的提议 埃里克只能安慰妻子 让他不要过分担心 并且表示 自己会永远陪着蒂玛 画面再次回到维克托这里 他在和父亲相认之后 便下定决心 要调查清楚当年事件背后的真相 因此 他打算前往那处神秘的洞穴 在维克托记忆里 最后一次见到克里斯的木偶 就是在那处洞穴当中 只不过之前居民们探索的时候 发现里面有许多的人形怪物 如今洞穴已经成了一处禁地 但即使如此 维克托也只能硬着头皮前去 老父亲听闻儿子的计划 决定跟对方一起 两人来到洞穴外面 维克托再三嘱咐父亲 千万不要暴露声音 然后维克托带着手电 率先钻入其中 洞穴内部通道复杂 很容易迷失方向 还好维克托早有准备 他带了很多小人 每隔一段距离 就在地上放着一枚 用来做沿途的标记 可洞穴深度 远超维克托的想象 只剩下最后一个小人 但前面依旧还有不小的距离 唯一值得庆幸的 便是这一路走来 并没有遇见人形怪物 两人壮着胆子前行 好不容易来到某处空旷的溶洞 维克托一眼便看到 放在椅子上的木偶 将其装入背包 就在两人即将离开之时 父亲偶然发现 不远处竟然有自己妻子的围巾 他连忙上前将其带走 却惊醒了沉睡的人形怪物 面对怪物们的步步紧逼 两人只能迅速向后逃离 不知过了多久 终于将人形怪物甩开 两人也能够稍微休息一下 这里是一节废弃车厢 维克托曾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 现在里面还有他以前留下的生活用品 他掏出那个木偶 紧紧地盯着 希望能回忆起些许有用的信息 与此同时 杰克已经返回家中 看着一桌子的数字 思考着他们背后的联系 他心中有个猜测 或许被杀当初是穿过了虫洞之类的 而这些数字 就是开启指定方向的密码 然而对于他的这个猜想 伯伊德却始终保持沉默 这样一个充满诡异的小镇 杰克却在寻求科学的联系 简直就像是痴人说梦 不过在仔细听取对方的讲述后 伯伊德说出了另一条消息 之前他进入丛林时 在另一个方向上 也遇见了一棵挂满瓶子的树 听到这个消息 杰克当即追问起来 伯伊德拗不过对方 只能带着杰克 来到那棵树的位置 这棵树虽然同样挂满瓶子 每个瓶子当中 同样有写着数字的纸条 却没有能够穿过的树洞 杰克虽然不明白 为什么会有这些区别 但他还是先将里面的纸条 全都带回住处 就在这期间 小镇上再次发生怪事 被杀在家中 突然听到楼梯上有脚步声 他好奇地过去查看 不料卧室房间中 竟然出现一个白色鬼影 正当被杀准备转头逃跑时 却发现另一边也有 他缩在墙角 伊森听到母亲的声音 立刻过来查看 全然没有白色鬼影的踪迹 被杀内心充满了疑惑 他认为 或许和之前自己出镇经历有关 便带着儿子去找杰克 准备将此事告诉对方 或许能提供些许线索 当被杀赶到时 发现屋子里的纸条更多了 虽然大多数都是重复的 伊森发现 其余那部分 其实是倒着顺序写的 杰克本来还在思考 这两棵树之间数字的联系 听到伊森的话语 瞬间茅塞顿开 不过也是在这时 杰克才注意到被杀两人的到来 通过一番交流 杰克也知晓了白色鬼影的事情 他和被杀的观点一样 只不过杰克认为 那些白色鬼影似乎并没有恶意 更像是来找被杀求助的 听到这里 被杀猛然间回想起来 之前维克托父亲地下室的画像当中 就有白色小人的画像 当时据说是向维克托母亲求助 莫非之前的事情也是如此 正当被杀思索之际 偶然发现 杰克的屋子里 有一幅奇怪的话 被杀见状 立刻神情大变 杰克立刻追问被杀怎么了 这幅画是之前刚发现的小木屋区域 被杀那段时间 并不在镇子里 如今看他的表情 显然是知道些什么 这时被杀精准说出 在那片区域 应该有三颗红色的石头 还有一些怪异的塑像 听到这些信息 杰克心中更加惊骇 因为那三颗血色石头 其实是他发现的 还从未和别人提起 被杀又怎么会知道 随后经过一番仔细询问 这才得知 在被杀很小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经常做怪梦 里面就是这些血色石头和雕像 似乎冥冥之中 早就定好了这一切 小镇的另一边 虽然埃里克劝说妻子弟马不要担心 不过这一直吃腐烂蔬菜 显然不是什么正常现象 恰好前段时间 进入小镇的救护车上 刚好有一套超声波检测仪 能够用来观察腹中胎儿 于是便打算给妻子进行一番检查 能够让两人都安心下来 在两人下楼的时候 偶然遇上了埃尔金 对方前段时间 从一个废弃仓库里 找到了一台相机 自那以后 这家伙就开始走到哪里拍到哪里 双方既然偶遇 埃尔金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立刻给弟马两人拍了张照片 埃里克他们并没有过多在意 但正是这张照片 却带来了新的诡异 话分两头 埃里克两人抵达医务室 用超声波检测仪 对弟马进行检查 然而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 从仪器的显示结果来看 影像上没有一点胎儿的踪迹 弟马压根就没怀孕 埃里克连忙安慰妻子 之前或许都是幻觉 就好像父亲博伊德 之前有段时间 总以为自己身体里有虫子 但弟马却不认同 幻觉虽然有可能 但他每天都在变大的腰围 又该如何解释 另一边 埃里克连好不容易写出照片 却发现 弟马身后竟然有个鬼影 埃里克连准备仔细查看 可红衣女鬼竟然再次出现在他身边 对方依旧只是在埃里克连耳边 低声说了一句 然后便消失不见 正当埃里克连疑惑之际 他的相机忽然自动拍了一张照片 埃里克连仔细查看一番 然后联想到刚才女鬼所说的话语 连忙外出 似乎在寻找什么 不多时 他来到了一处空地 这里有个隐秘地窖 埃尔金知道 这就是红衣女鬼 引导自己寻找的地方 他壮着胆子进入地窖当中 发现这里出乎意料的狭小 除了一个柜子 就只能摆开几个木桶 正当他疑惑之际 柜子后面忽然传来敲击声 显然 这是女鬼在指引他 埃尔金没有多想 立刻将柜子挪到一旁 果不其然 柜子后面别有洞天 里面有一些生活家具 之前必然有人在此生活 埃尔金直接来到角落 掀开上面覆盖的白布 露出下面遮盖的干湿 也就是在这时 红衣女鬼再次悄然出现 直愣愣地望着那具干湿 不知在思考什么 画面一转 来到森林的小木屋区域 众人正忙着采摘蔬菜 忽然间看到 杰克竟然带着被杀夫妻前来 原来 被杀在听到杰克的讲述之后 非要来亲眼确定 虽然丈夫吉姆有些担心 不过被杀心意已决 吉姆只能陪妻子一同前往 这里的景象 自被杀小时候 就不断出现在梦中 必然有着某种意义 她来到那红色巨石旁边 一股回忆忽然涌现 被杀回想起来 在当初的梦境当中 自己总是在不断躲藏逃跑 但每次要看到追赶者面容时 就会不自觉地醒来 回想起这些内容 被杀更加坚信 在梦境背后 必然隐藏着某些重要的密码 只是该如何找出 她还毫无头绪 就在被杀夫妻两人离开期间 女儿朱莉独自出门玩耍 偶然遇见出院的平头哥 作为镇子上的同名人 两人自然有很多共同语言 聊着聊着 朱莉就提到自己想要学习开车 对此 平头哥立刻就要展示一番 他带着朱莉来到一辆面包车处 这是群聚屋众人用来应急的 平时只是停放在这里 平头哥带着朱莉上车 详细为他介绍驾驶内容 在朱莉钦佩的眼神中 平头哥有些得意忘形起来 竟然把面包车开走了 而且还在路上绣车技 只是好景不长 平头哥还没得一几分钟 他忽然再次陷入幻觉当中 许多的蜜蜂出现在驾驶室 车子此时正高速行驶 如果失控 后果不堪设想 好在平头哥非常理智 虽然一只手不断拍打虫子 但车子也在慢慢减速 当其平稳停住之后 平头哥猛然冲出驾驶室 妄图摆脱那些蜜蜂 朱莉看到平头哥的意状 也不由得疑惑起来 好在他跳下车后 就恢复了正常 朱莉内心感觉到些许不安 准备让平头哥赶紧回去 但因为刚才的事情 平头哥认为自己丢了面子 一时间无法面对朱莉 竟然转头冲进了旁边的丛林 朱莉见此情形 立刻追了上去 两人不知跑了多久 来到一处废弃的古建筑群 平头哥再次恢复理智 意识到前面必然危险重重 当即就要拉着朱莉返回 然而 一旁的朱莉却这么认为 他能够感觉到 那些古建筑群 似乎正在呼唤自己 虽然最后朱莉被平头哥拉走了 但心里已经默默记住了此地 只不过 朱莉不知道的是 之前小镇众人包括他自己 身陷死亡梦境之时 正是伯伊德找到这片古建筑群 并摧毁了其中摆放的八音盒 众人这才再度恢复过来 与此同时 维克托还在研究那个木偶 在他深入洞穴回来之后 整天就这么盯着木偶 维克托的父亲将一切看在眼里 非常担心儿子的状况 随着时间推移 父子两人都开始焦急起来 维克托不管如何努力 就是回忆不起丝毫的相关信息 然而毁灭却在不断逼近 维克托在焦虑当中猛然想到 自己之前是在萨拉加中回忆的 或许再次回到那里 能够有些许作用 就这样 维克托带着木偶 来到萨拉加中 在对方疑惑的眼神里 提出借用地下室的请求 这已经是维克托最后的希望 除此之外 小镇的其他人也在努力着 米警察在小镇居住几天后 已经有些受不了这里的气氛 不仅是人人都疑神疑鬼 甚至连基础规划都非常混乱 他找上副警长肯尼 希望对方能帮自己要回配枪 米警察准备独自寻找解决的方法 肯尼已经看过太多这样的人 他平静地劝告对方 不要白白送死 小镇上的诡异 远不是一个人就能解决的 似乎是为了证明肯尼所说 原本被他破坏的音箱 此时竟然开始播放音乐 米警看着连电线都没有的音箱 当场被震惊 这还只是绝望小镇里 最微不足道的一环 但是环境越是危险 米警越是不肯屈服 既然肯尼不打算帮忙 米警便自己行动 他偷偷溜进博伊德的办公室 翻箱倒柜地寻找配枪 不过很不凑巧 博伊德恰好返回 撞破这一幕 见此情形 女警也不过多辩解 态度强硬的 让对方归还自己的配枪 他是一名警察 有合法的权利持有配枪 对此 博伊德有些不屑一顾 表示不可能 毕竟女警之前持枪的时候 明明知道射击人形怪物没用 还会不断胡乱射击 导致一名小镇居民被他杀死 如果再把枪还给他 不知又会有多少居民遭殃 一时间 两人僵持不下 女警嘲讽博伊德 就是个缩头乌龟 明明有武器 却只敢躲在小镇里 并且表示 自己是为了寻找逃脱方法 必须有手枪协助 听到这里 博伊德犹豫了 他从未放弃过寻找逃离的方法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 在经历了那么多生离死别之后 博伊德确实变软弱了 没有了当初那股冲劲 经过许久的犹豫 他最终决定 将手枪还给女警 只不过为了安全起见 博伊德将里面的子弹全都取走 只留下一个空壳 并且告诉女警 等到合适的时候 自然会将其归还给他 女警虽然心有不满 但暂时也只能如此 不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博伊德离开办公室不久 就看到儿子冲入了诊所 他连忙过去查看 发现埃里克竟然打算抢劫药哦 博伊德上前阻止 询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才得知 埃里克妻子蒂玛 在检测后并没有发现胎儿 现在还不断进食各种腐烂蔬菜 埃里克认为 蒂玛精神出现了问题 所以来诊所 拿两份治疗精神疾病的药 然而医生克里斯蒂却表示 蒂玛现在的情况 并不适合这些药物 如果强行使用 只会加重症状 在父亲和医生的共同劝阻下 埃里克只能放下药物 他对无法拯救妻子而悲伤 只是埃里克不知道 在他离开这期间 蒂玛再次出现异状 他的腹部开始诡异蠢 而且蒂玛想要进食腐烂蔬菜的欲望 越发的强烈 虽然理智在不断阻止蒂玛 然而欲望却更加强大 就在这时 那个白发老太太恰好经过 他看到蒂玛的异状 连忙上前关心 只是此时的蒂玛 似乎着了魔 竟然拿起旁边的工具 当场将老妇人杀死 更糟糕的是 埃里克恰好在此时返回 亲眼见证了妻子杀人的一幕 他内心感到非常恐慌 连忙前去找父亲薄伊德帮忙 希望能够想办法救救妻子 出于对儿子的感情 薄伊德答应了请求 在小镇居民们发现之前 便连忙将蒂玛带出小镇 藏在某一处小木屋当中 薄伊德留下一份守护图腾 让其能够在这里暂时安全地居住 按照薄伊德的计划 他处理了白发老妇人的事情之后 就会将蒂玛接回小镇居住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 还没等他回到小镇 居民们就发现了被杀的老妇人 一时间人心惶惶 因为薄伊德还没回来 负责处理此事的 是那名新来的女警 他简单查看了伤口的情况 便断定 这并非人形怪物所为 这一消息 让小镇居民们更加紧张 而埃尔金在听说之后 几乎没有任何反应 只是稍微有些好奇 但就在这时 他捡来的那个神奇照相机 却再次自动拍摄了一张照片 埃尔金立刻拿起照片查看 下一刻 埃尔金前往小镇的衣物室 趁着所有人都不注意的时候 埃尔金偷偷拿出抽血工具 将自己的鲜血抽入玻璃瓶当中 而埃尔金之所以这么做 全因为刚才的那张照片上 显示的是个血包 显然 埃尔金为了能够逃出小镇 已经被红衣女鬼所迷惑 对方说什么 他就会执行什么 另一边 伯伊德终于返回了小镇 他原本正在和儿子埃里克 商议之后面对众人的说辞 却看到 案发现场已经围满了人 小镇居民虽然还不清楚凶手身份 但已经有了些许猜测 那就是曾经有过前科的萨拉 虽然之前他是被操控的 然而这并不能改变 萨拉杀过人的事实 并且群居屋的唐纳大婶 也非常赞同这个观点 如果一直调查不出结果 萨拉很可能就会被冤枉成杀人凶手 再次被关进铁笼当中 这让埃里克陷入了犹豫 与此同时 萨拉还不知道 自己莫名其妙成了杀人犯 他这段时间里 一直在自家的地下室当中 帮助维克托回忆当年的事情 但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收获 这让维克托感到非常焦虑 不断扯着自己的头发 看到维克托的样子 萨拉非常担忧 因此 他前往了被杀家中 希望获得对方的帮助 恰好在这时候 被杀他们从森林中返回 几人没有任何收获 毕竟小镇上的怪事太多了 被杀那些梦境 根本就算不上什么 丈夫吉姆 甚至从一开始就没期望能有什么收获 现在看到妻子有些失落 她只是劝为对方放宽心 正在交谈之间 他们见到了上门求助的萨拉 被杀立刻前往萨拉家中 维克托见到被杀 立刻兴奋起来 被杀和他一起经历过那个洞穴 有他在场 自己回忆起来的概率就更高了 虽然被杀不理解 但还是按照要求 开始讲述自己那天的所见所闻 在被杀的配合下 维克托回忆起更多记忆 在某一刻 他彻底想起来了 当时自己是在教堂当中见到克里斯 克里斯不是在和木偶说话 而是那个白衣男孩 至于当时他们谈论的内容 维克托也全都回忆了起来 白衣男孩表示 现在的一切 根源都是那些诡异孩子 曾经他们都被父母爱护着 然而某一天 几乎全部孩子都被父母们杀死 只有一个孩子 没有惨遭他父母的毒手 那就是白衣男孩 从那以后 便出现了这个绝望小镇 但那些孩子并非背后黑手 他们只是被困在了那里 而神秘的穿越树洞 就是前往解救他们的唯一方式 维克托记得很清楚 当时克里斯对这些言论嗤之以迪 但自己却非常相信 甚至还将其告知了母亲 也是从那以后 母亲便消失不见 如此一来 很多事情就有了解释 不过距离解决小镇的众多谜题 还有非常遥远的路 在被杀等人前去找维克托期间 女儿朱莉开始躁动起来 她对那个废弃建筑群一直念念不忘 如今恰好吉姆等人都不在 她没有了约束 便打算再次返回那边查看 朱莉一开始想要邀请的是平头哥 毕竟她也熟悉 不过平头哥感觉 那个地方透露着诡异 因此果断拒绝了朱莉 见此情形 她又把主意 打到了自己亲弟弟伊森身上 对方年幼无知 轻易就被朱莉忽悠 两人来到了那处废弃建筑群 看到这里的第一眼 伊森也感觉到了诡异 然而朱莉却表示 她自从之前那次死亡梦境事件后 脑海中就一直有个声音在尖叫 但不久前 她意外来到这里 那道声音竟然消失了 朱莉认为 这是上天定下的缘分 让自己探索里面的情况 听到姐姐的这番话 伊森也鼓励起姐姐来 朱莉鼓足勇气 走进那片废弃建筑群 但在下一刻 她周围的景象就全都变了 不仅脑海中的尖叫再度响起 而且还有变本加厉的趋势 朱莉痛苦地捂着耳朵 这种感觉不知持续了多久 当朱莉恢复时 发现伊森不知去了何处 周围仿佛就像个洞穴 最让朱莉害怕的是 不远处的墙上 竟然拴着一个模样怪异的人 她兽骨临巡 不像活人 却依旧能够和朱莉交谈 还没等她了解更多 就听到那个怪人 突然下达了一句指令 告诉她 井里有人需要绳子 朱莉这才注意到 不远处竟然有一口树井 她连忙将旁边的绳子扔下 而这便是第二集当中 薄伊德被困之时 绳子突然出现了原因 做完了这些 朱莉准备继续和怪人交谈 对方却表现得非常急躁 并且让朱莉赶快逃 虽然她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但还是照做 朱莉走出唯一的那扇石门 周围的景象再度变换 来到了那处恐怖洞穴 不远处 传来了维克托和母亲被杀的声音 这显然是过去发生的事情 朱莉还不明白 为什么会这样 耳边就再次传来尖叫声 她因此非常痛苦 不过当朱莉恢复的时候 已经回到了之前的森林 周围还有副警长肯尼和女警 她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通过伊森的讲述才知道 在朱莉踏入废弃建筑群之后 就倒在地上抽搐 伊森见识不妙 立刻就回去求救 在路上恰好遇到肯尼两人 他们对于朱莉的症状 也没有任何办法 所以只能打算先将她带回去 但奇怪的是 刚把朱莉带出废弃建筑区 她就醒了过来 这中间实在太过诡异 以至于他们也不知该如何处理 此时 森林的另一边躲藏在小木屋的蒂玛 经过多日思考 她决定勇敢承担罪行 只不过丈夫埃里克 并不赞同她的想法 在埃里克离开之后 蒂玛恍惚间 竟然看到了那个红衣女鬼 但下一刻 对方便再次消失 紧接着 埃尔金找了过来 此时 蒂玛还不知道 对方已经彻底听命于女鬼 埃尔金只是几句话 便将蒂玛诱骗到那处隐秘地窖 当她发现不对劲的时候 早就为时已晚 埃尔金死死控制住蒂玛 将其拖回地窖深处 另一边 丈夫埃里克在回去的路上 思考了很久妻子所说的话 决定向居民们坦白 并且打算带着妻子 从此住在森林当中 绝不给居民们添麻烦 伯伊德有些愚心不忍 他想要保护儿子一家 就好像当初的萨拉那样 但唐纳大婶的话 却像是一盆冷水 将其彻底浇灭 虽然伯伊德不愿承认 却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 因此 埃里克只能收拾东西 准备和妻子永远住在小屋当中 只是当埃里克返回的时候 却发现妻子消失了 他和父亲伯伊德四处寻找 然而却并没有什么收获 甚至在这期间 伯伊德的身体 也出现了些问题 他开始亮亮呛呛起来 埃里克为了照顾父亲 只能先暂停搜索 博伊德见到事情已经瞒不住 只能和儿子交代 他被确诊的剑动症 如今 腿已经有些不听使唤 或许不久之后 会彻底瘫痪 无法行动 接连听闻噩耗 埃里克备受打击 但他能做的 也只是多陪陪父亲 不知不觉 天空已被夜幕笼罩 怪物再次开始在小镇横行 埃里克不由地担心起失踪的地马 然而实际上 他现在非常安全 埃尔金在控制住地马之后 并没有难为他 而是拿出了准备好的血包 看到地马疑惑的眼神 埃尔金便开始讲述自己这么做的缘由 他表示 胎儿只有多吃点 才能够更快长大 到时候 他们所有人才能够离开 虽然地马不明白 埃尔金究竟在说什么 但他内心 确实对鲜血有着非常强烈的渴望 拿起瓶子 将其一眼而尽 随着太阳升起 埃里克再度出发 萨拉寻找妻子 薄伊德准备利用警长身份 发动小镇居民一起外出寻找 还在商谈之际 萨拉竟然冲了进来 两人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 萨拉就表示 自己是为地马而来 并且询问他是不是失踪了 这让薄伊德两人 脸色有些古怪起来 毕竟这件事情 他们从未向别人提起过 对此 萨拉告诉两人 自己之前在地下室时 忽然感到头痛欲裂 脑海中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声音 就是他告诉自己地马失踪的 并且那个声音还表示 地马失踪 是有人在背后故意捣鬼 就是希望引起居民们的恐慌 薄伊德两人神情越发凝重 结合之前的情况 薄伊德推断 这很可能是怪物的阴谋 因此 他准备召集全部小镇居民 共同商议如何处理此事 不过在这之前 还需要先和唐纳大婶交流意见 当他赶到群军屋的时候 正好看到维克托拿着斧头 这家伙准备砍掉那个树洞大树 而维克托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 完全是因为不久之前 他回忆起 母亲因为自己所说的话 进入树洞查看 并从此彻底人间蒸发 维克托要从根本上 消灭夺走母亲的邪恶东西 当然 警长并不清楚这件事 他正忙着和唐纳商议 如何处理地马失踪的事情 虽然他确实杀了人 但那很可能是怪物的阴谋 必须在对方计划得逞之前 将地马找回来 唐纳犹豫了片刻 还是答应下来 博伊德摇响铃铛 召集所有小镇居民开会 地点还是那个茶餐厅 只不过 因为肯尼母亲在之前遇害 如今茶餐厅已经由别人经营 随着居民们全部到来 博伊德讲述地马失踪一事 他计划成立搜索队 尽快瓦解怪物们的阴谋 期间也有人询问起 白发老夫人死亡一事 但都被博伊德敷衍过去 并且表示 当物之急事找到地马 瓦解阴谋 众人也认为有道理 因此踊跃报名搜寻 然而在众人离开之后 博伊德单独留下了肯尼 邀请对方和自己进入密林 在这期间 博伊德将自己的情况 向肯尼合盘拖出 并且告诉对方 肯尼点头接下这份重任 与此同时 被囚禁的地马 一直在研究如何逃跑 只是如今 他的肚子越来越大 行动也变得不方便 再加上之前 他曾经用铁片偷袭 埃尔金逃跑 但计划失败 地马逃生的希望更加渺茫 正在他不知如何是好之际 偶然发现 在地窖下面 还有一条隐秘入口 只是现在无法打开 还没等地马有更多的动作 那个红衣女鬼再次出现 做出了一个噤声的动作 原来被杀已经找到这附近 只是地马并不清楚情况 因此便按照女鬼的指示噤声 而被杀之所以能来到这里 全因为他有那些鬼影小孩的指引 自从被杀从维克托那里 得知那些孩子的过往后 在结合之前的经历 被杀确信 那些鬼影小孩 对自己并没有恶意 因此 他搜索期间 远远看到鬼影 就主动跟在对方身后 这才来到地窖附近 但鬼影小孩的指引 显然不是这处地窖 不久 被杀就被对方领着 来到了那处传送树洞的位置 此时 维克托正拿着斧子劈砍 被杀连忙上前阻止 然而在接触维克托的瞬间 他脑海中 竟然涌现出无数记忆 而这一情况 在之前萨拉加地下室当中 被杀已经出现过一次 在这些记忆当中 被杀注意到 当初 维克托身边还有个女孩 两人和维克托母亲的关系 看上去非常亲密 但被杀不明白 自己为什么会看到这些 莫非 他曾经就是小镇的一份子 被囚禁的地马那边 他这些天来 不断引用鲜血 腹部已经越发的膨大 虽然他不知道里面究竟是什么 但明显不是好东西 因为那玩意儿 仿佛随时都要破腹而出 这一刻 地马强忍住近时的欲望 将半瓶鲜血狠狠摔在墙面上 然而这样 并不能解决腹中怪物的问题 地马犹豫许久 捡起破碎的玻璃 准备以自杀带走腹中的怪物 然而就在这时 红衣女鬼却突兀地出现在他面前 还没等地马反应过来 他就感觉到腹中一阵疼痛 红衣女鬼表示 地马要分娩了 似乎是为了印证对方的话 地马只觉得腹中的疼痛越发明显 似乎有什么东西要从里面出来 与此同时 小镇居民经过多日来的寻找 依旧没有地马的丝毫线索 埃里克不由地感觉到烦躁 此时和他一组的埃尔金 旁敲侧击地告诉埃里克 地马正待在很安全的地方 这几句话 让埃里克产生怀疑 他仔细回忆埃尔金这段时间的反应 越发觉得有问题 或许他知道些许什么 但埃里克并未声张 而是先找父亲伯伊德 将自己的发现告知对方 然后由对方出面 以警长身份 和埃尔金好好谈一谈 伯伊德在听到儿子的讲述后 也认为是在隐瞒什么 于是 伯伊德邀请萨拉做见证 前去找埃尔金询问 当他们来到群居屋的时候 恰好遇见埃尔金要出门 身上还背着一个包裹 伯伊德要求检查里面的物品 竟然全都是各种日用品 稍微思考便能知道 肯定是给小镇外面的人送不及 而现在外面除了人形怪物 就只有失踪的地马 伯伊德将埃尔金控制起来 询问对方 为什么要将地马藏起来 见到事情败露 埃尔金承认了 不过他声称 做的一切 全都是为了让小镇居民离开 伯伊德听完埃尔金讲述事情的原委 瞬间判断出 这家伙受到了那些诡异的蛊惑 对此 萨拉深以为然 因为埃尔金现在的状况 和他当初一模一样 都是有声音告诉自己 只要如何如何 就能让小镇居民离开 然而最后 非但没有离开 还害死了自己的哥哥 但埃尔金依旧执迷不悟 认为自己正在救小镇居民 女鬼也没让自己害人 只是将地马藏起来 等待他腹中的胎儿降临 经过超声波检测 埃尔克非常清楚 地马腹中根本什么都没有 如果真的有什么 那也一定是诡异 看到埃尔金依旧理直气壮 埃尔克瞬间气不打一处来 如果不是众人阻拦 恐怕埃尔金就会见识到 沙包大的拳头 不过是到如今 必须尽快从埃尔金口中 问出地马下落 萨拉认为 他已经被完全蛊惑 寻常方法根本没法让其醒悟 怒火中烧的伯伊德 当即便表示自己想办法 他冲入工具房 显然 伯伊德是想利用这些小道具 施展大技艺恢复术 虽然有些不人道 现在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就在他精心挑选道具的时候 伯伊德忽然看到了一阵幻影 那是已经死去的牧师 对方问伯伊德 为什么要这样 明明他之前也做过埃尔金的行为 甚至是明知地马 可能是被蛊惑才杀人 依旧想着为他包庇 现在却要对同样被蛊惑的人动用私刑 伯伊德一言不发 他清楚 这只是小镇的诡异 自己无需给对方解释 不久之后 伯伊德带着自己精心挑选的工具 来到埃尔金面前 他将里面的物品一次摆出 显然是想恐吓埃尔金 让他迷途之反 免受多余的皮肉之苦 但埃尔金却始终毫无反应 既然如此 伯伊德只能将其捆住准备行刑 就在这时 旁边突然有闪光亮起 竟然是那个老旧相机 红衣女鬼又在向他们传递消息 照片竟然是他在外面和妻子的住处 威胁意味不言而喻 伯伊德更加确定 女鬼对他们不安好心 再次询问埃尔金无果之后 伯伊德也不再犹豫 埃尔金的惨叫 传遍了群居屋 女警等人 火速冲进来查看 发现伯伊德居然滥用私刑 女警对此不依不饶 表示要在众人面前 揭发他的真面目 伯伊德立刻为自己进行辩护 如果事情真的散播出去 他的威望就彻底完了 即使就回地马 也很难保住他 两人就这样一路扯皮 全然没有注意到 角落里的萨拉眉头紧皱 他经历过那些诡异的蛊惑 明白埃尔金现在的情况 绝不会屈服于寻常方法 于是 他便趁着伯伊德扯皮期间 偷偷溜进关押埃尔金的房间 拿起桌子上的螺丝刀 便开始对埃尔金言行拷打 惨叫声再次传遍群居屋 伯伊德等人赶来时 埃尔金已经奄奄一息 因为经过刚才那番操作 竟然真的得到了地马的位置 伯伊德等人 直接冲向地窖所在 终于找到了失踪的地马 此时 他的下体全是鲜血 好在并没有生命危险 通过询问 伯伊德得知 刚才在女鬼的监护下 地马竟然真的生了 只不过并非正常婴儿 而是一团肉球 女鬼带着那玩意儿从地道离开了 听闻此言 伯伊德盈盈感觉到不对劲 一马当先 冲入隧道当中 打算调查清楚 红衣女鬼究竟在计划什么 然而随着伯伊德深入隧道 他却越发的心惊胆战 不仅是因为这个隧道很深 更因为 他竟然隐隐通向 小镇外的那个怪物山洞 不知过了多久 伯伊德终于来到一处熟悉的地方 就是那个山洞的空旷区域 这时他停下了脚步 因为不远处 已经站满了人形怪物 而他要找的那个红衣女鬼 也在他们当中 只不过那些怪物的分布非常奇怪 似乎正在举行某种仪式 下一刻 伯伊德便看到了惊悚的一幕 在看清对方的脸时 伯伊德内心更加惊骇 因为那就是他之前杀掉的怪物 没想到 竟然会以这种方式重生 与此同时 地窖当中的蒂玛 告诉丈夫埃里克 在这期间 他终于知道了怪物的身份 那些东西都是原本的小镇居民 但为了追求永生 就用邪恶的仪式 将自己心爱的孩子献祭 这才变成如今的模样 另一边 贝莎在接触维克托之后 产生了众多记忆 他隐约有了些许猜测 认为这或许是维克托的母亲 在向自己传递某种信息 但是现在的信息实在太少 还无法知道确切内容 贝莎忽然想到 杰克正在研究小镇异常 或许能提供帮助 然而面对妻子的决定 丈夫吉姆深感担忧 表示要和他一起前往 不久之后 他们便找上了杰克 贝莎将自己的遭遇告诉对方 杰克的神情瞬间激动起来 贝莎这才得知 之前自己看到的很多内容 杰克也曾看到过 并且还见到了那树根组成的神秘图案 结合贝莎的讲述 杰克立刻明白过来 树根和传送树洞是一体的 那么树上悬挂的那些瓶子 就更不可能是随意而为 里面的纸条必然有某种深意 杰克再次查看纸条上的信息 吉姆在看到那些数字之后 忽然表示 自己有个发现 原来这些纸条 一共有十组数字 但其中有几组的二和七是倒着的 最后总计有十二组 吉姆忽然联想到 有一种特殊音阶 便是十二个音符 有了这一提醒 杰克看下那些数字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原本神秘的数字 在这一刻 全都变成了和弦音调 杰克当场就要演奏这套旋律 但被吉姆阻止了 他们并不清楚 在演奏之后究竟会发生什么 导显起见 众人决定去树洞那里实验 他们来到目标地点 确定周围没有其他人 这时 杰克才开始演奏旋律 随着他拉动手里的小提琴 果不其然 那群鬼影娃娃纷纷出现 然而很快他们就发现 只有贝莎和杰克能够看到 吉姆依旧茫然无措 下一刻 贝莎却仿佛受到了某种刺激 不断呢喃着我知道了 吉姆注意到妻子的异常 连忙上前关心 这才得知 刚才看到鬼影孩子的瞬间 他脑海中多出许多回忆 这是贝莎终于明白 自己其实是维克托母亲的轮回 而杰克也在接触这些鬼影孩子的瞬间 明白自己其实是克里斯的轮回 也就是那个木偶的主人 他们一次次重生 就是为了让这些孩子得到解脱 不过很明显 到目前为止 他们都没能成功 想到这里 被杀感到非常失落 便独自去角落当中静一静 吉姆见此情形 也不便过多打扰 便准备先独自离开 然而走到半路 却忽然看到 女儿满脸是血的跑来 嘴里还说着一些奇怪的话 当然 他更不会知道 此时的远处 平头哥那里还有一个朱莉 还没等吉姆明白发生了什么 突然又有一个黄衣男子出现 还没等吉姆反应过来 就已经被对方死死掐住脖子 对方低声呢喃了一句 说被杀不该挖穿那个地下室 接着便将吉姆残忍杀害 这个黄衣男子究竟是何来历 朱莉又是为何出现在丛林当中 而且还说那些奇怪的话 种种谜团只能期待下一季 影片至此结束 以上便是梦魇决阵第三季的内容 虽然这一季当中 编剧填了一些前两季留下来的坑 但同时也挖了更多的坑 疯狂地开展直线 似乎打算让每个小镇居民 都能有自己的故事展开 想法虽然不错 只是不知该如何 将这些剧情 全都归拢到一个真相当中 除此之外 最后出现的神秘黄衣男子 以及两个朱莉的存在 也让人充满好奇 不知他们又会在之后的剧情当中 担任怎样的角色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你们的点赞评论和关注 是对我们最好的鼓励 咱们下期再见